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十四篇的第十到十四节 题目是苦楚 倾倒和愁苦 箴言十四篇第十节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 外人无干 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 正值人的帐篷必兴盛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就生愁苦 心中背道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在这一段真英文的箴言当中 看似是举了几个彼此无关联的 劝势劝人的智慧话语 但是在这里有几句话 是围绕一个中心 那就是万事万物都有外表 也就是人所能看得到的 但也有内里隐藏的一面 是自己日后才能体会到的 那就是内里的 这里的第一句话就说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 外人无干 这岂不就是如此吗 我们看有的人好像是富贵满足 拥有一切 但是每个人自己的苦楚 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身上的自己的痛苦 甚至连医生都无法了解 他内心的苦更是无人能知道 而心里的喜乐 有的时候确实会喜行于外 感染给别人 甚至是急于分享给他人 但是真正的喜乐 就算是我们讲述了 告知了 外人也未必能真的了解 不是我们不肯分享 而是他人未必真的关心 未必真的想与我们分享 这里的这句呢 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 正值人的帐篷必兴盛 也是和此有关的 奸恶之人可以有美好的房屋 正值人可能只能屈居帐篷 但是美好的房屋里 未必就没有愁苦 而又小又破的帐篷里面 未必就没有欢乐 如果人所行的是奸恶 那么他的房子里 所充满的也就是会是奸恶 而神也必按照他们的行为 报应他们 反之人若是行事正直 以正直教导他的儿女 那么就算他是屈居帐篷 他的帐篷里也必是会充满正直 神也会让他们兴盛的 十二节这里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那么这条路是哪一条路呢 可能不同的人对这句话会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人说那是求昌盛之路 这样看起来是对的 也有人会说 人求地位的高深 这样看起来也是对的 其实差不多神世间的每一条路 我们拿来带入到这个句子里面 都是对的 而事实上 此句当中的死亡之路 在原文当中竟然是复述 也就是说有一条路了 到了最后 不管如何走 都是各种的死亡之路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恐怕在这里只有神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 隐蔽难寻的道路 才是唯一不通向死亡的一条道路 那十三节 人在喜笑中也忧愁 快乐至极就生愁苦 这真是可悲啊 原来不论我们是否喜笑 是否接下来还有快乐 到了后面 总有忧愁和苦果等着我们 事实上是没有完全的喜笑的 因为总有忧愁 即使是现在不显现出来 不久后忧愁也会来到的 你说我们不要想得太远 只享受当下的快乐就好了 但是快乐到了最后 还是会生出愁苦来 那你问 为什么愁苦总是比欢乐要多啊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在世上 不是最后都是通往死亡吗 既然都没有别的出路了 那岂不是就是要迎向愁苦吗 看起来人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先别这么快地下结论 下一句又隐藏有转机 心中背道的 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这个得自己的结果 或是得自己的结局 这里的结局或是结果都是负数 也就是说不止一种结局 都是上述愁苦的结局 但是善人所得的结局呢 那就是另外的一种 是满足的结局 在真言之中 所说的还是隐晦 并没有明说这结果是哪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只要知道 行善者和被盗者 是会有不同的结局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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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